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是不是应该下个结论 最佳公司已经接近尾声了 当年Steve Jobs所留下来的传奇 目前已经不在 美国NBC更做了一则报道 这个报道就是把Cook 他就在美国的纽约 在Central Station那个地方 就是纽约的中央车站那里 然后带到那个地方去 发现旁边的人都在用iPad iPhone 根本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换句话说 他们觉得当巨星不在 传奇的人物不在的时候 苹果的风光就不在了 来看一下Steve Jobs死了以后呢 其实苹果的变化 Cook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吗 你可能完全不记得 其实在Steve Jobs过世之前 苹果的股价只有一股372元 然后创下了高峰时代 Cook的时代到702元 那现在呢其实还比当时的价格 还要高了9个百分点左右 那么Cook在这个礼拜呢 立刻以他财务长的身份宣布 他将拿出1000亿 这1000亿里头有将近400亿呢 是买回库残股 1600亿是发配利息 希望能够稳定苹果的股价 但许多人也开始讨论 为什么苹果风光不在 第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苹果过去的 创新能力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 甚至呢原来带着创新的 除了Steve Jobs之外 他的第二号人物 是他的副总裁 也是负责软体的 因为当时地图的风波 最后也是Cook在苹果里头 最重要的竞争对手 被他开除掉了 那苹果现在只剩下 一个可能性可以翻身 就是苹果的TV叫iTV 让我们来看一下 一家公司从新到慢慢的陨落 那他的整体的过程 有一段时间 人们说苹果是富可帝国 他手中拥有的现金 比美国还要多 这句话好像不过就是去年的事情 原来世界的改变这么的快 NBC主播带着苹果执行长库克 走在纽约的中央车站 每个低头族看平板看手机 可能都是苹果产品 可是竟然没有人认出 眼前这位白发帅哥 就是苹果的掌门人 库克的声音听起来有点虚 4月23 苹果工作的第二季财报 净利95亿美金 比去年同期减少18% 连续10年净利成长的苹果神话 就此中断 贾伯斯奋斗了14年存下来的老本 库克接手一年多 就要败光了吗 财报公布前一天 美国富比市杂志报道 苹果市值6个月 蒸发2900亿美金 打股东对股价很不满 要库克打包走人 其实库克接班一年半 看得出来 他想尽办法冲高获利 拉高股价 有段时间 他是成功的 2011年10月4号 贾伯斯去世的前一天 苹果的收盘价372美元 比4月25号星期四 美股408元 还低了9% 库克接手后 苹果股价暴冲 2012年2月突破500美元 一个月后就冲破600美元 到了9月21号 702块美金 占上了历史高峰 贾伯斯生前 苹果的股价 从来没有这么高 贾伯斯不做的事 库克拼命在做 贾伯斯强调 使用者经验坚持完美 以iPad为例 贾伯斯一年只推一款产品 而库克接手后 一年就出了三款iPad 贾伯斯认为 7寸的平板太小 消费者看得不舒服 就算三星大赚 苹果也坚持不做 库克不同 上任后立刻推出 迷你版的iPad 虽然比对手贵了一点点 却比自己的10寸平板 便宜了35% 这招伤了对手 也伤害了苹果获利 捍卫苹果帝国 贾伯斯告骗所有对手 从来不和解 库克又不同 他跟宏达店谈判和解 换取天价权利金 贾伯斯坚持创新 改变世界 不做小事不赚小钱 但是库克连iPhone5 一个29块美金的转接头 都要顾客掏钱买 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买 新的转换 为这 我们有30招伤 我们用了一个年纪 我们用了一年 我们有500 我们有很多 有些 但坚持 我们不可以做这种 这种 这种 但我告诉你 这种 是很值得 我们有些 很酷的东西 2012年9月 庫克风光发表了 苹果地图服务 一上线 几分钟就被骂翻 全世界最大的东京火车站 不见了 而伦敦竟然出现在加拿大 错误百出 消费者骂得要死 之后推出的语音服务Siri 鸡同鸭讲 庫克承认 对不起 我们搞砸了 市场还认同 库克把金苹果变成烂苹果 七百之后一路下滑 库克的对策是 开除了资深软体副总裁 他是贾伯斯的爱将 曾经是库克的头号劲敌 外界质疑 库克不是贾伯斯 无法驾驭苹果这群天才 他也做不出 真正的创新产品 贾伯斯这辈子最讨厌的是笨蛋 他亲手挑选的接班人库克 真是笨蛋吗 股价狂蟹 外界嘲笑 库克忍不住 终于透露 苹果还会再次改变世界 什么能够做 给电视频看 什么你认识 什么会认识 会改变世界 我们仍未知 它是一场市场 我们看到 它已经留下了 創新需要忍耐等待 庫克拿600億美金買庫藏股 穩住股價 拿400億美金發鼓勵 讓股東開心 台幣3兆元的代價 只為了請大家耐心等候 蘋果的下一個驚奇 三星Sony的未來電視 蘋果都不看在眼裡 庫克相信 ITV是劃時代的革命產品 可是蘋果還在失血 德國投資銀行的最新報告 2012年 iPhone的毛利率高達6成 2013年只剩44% 簡單說 蘋果賺錢的速度變慢了 現在的庫克很像16年前 重回蘋果的賈伯斯 即需要創新產品 來證明自己的能力 庫克賭上了一切 以蘋果之名 以蘋果之名 我們要來自家人 用心情的聲碎